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心灵对话主题是 我在25岁时成为心灵导师玛丽安·威廉森的追随者 他有一本书叫做女性自觉 特别打动我的心 读完这本书后 我察觉到自身有无穷的能力 这是我以前从未发现的 这个美妙的体悟应该是发生在我读完下面这段话后产生的 从前有个有智慧的皇后 她沉着而冷静 但这样的个性并非与生俱来 而是经历过层层试炼 她曾蒙受苦难 突破困境 并因而更加成长 她证明自己有能力掌管整个王国 她处处以国为重 关切重要的大事 而非只顾及自身私利 她以真诚的力量来统治她的王国 其实当时我并不太理解 以真诚的力量来统治她的王国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只是觉得听起来还蛮酷的 因为那时候的我 想要让自己看来是个有权力的女人 但是在内心深处又知道 自己其实只是个想从外在寻求自身价值的弱女子 这句话让我了解到 通往真诚力量的道路是没有捷径可循的 我必须通过各种人生的考验与试炼 并清楚阻挡我成为更好的人的各种障碍 当我下定决心时 不再往外寻找 而是往内心探求时 我的人生整个改变了 我开始自寻沉着 也学习如何从内心探索中 找到平静与下定决心的方法 从此我需求的渴望降低 不安全感减弱了 也从自我否定的心态 转变为自我肯定 这时 我变成书中那个皇后 我是以真诚的力量来过生活 你也可以成为那位皇后 当你生活思绪脱轨时 不妨使用下面教你的技巧 重新找回真诚的力量 拿出纸底 写下当你处在真我状态 以及处在小我状态下 感觉有何不同 行动有何不同 说话有什么不同 思考和呼吸方式又有何不同 用心体会这些差异所在 描述的越详细越好 无论多细微的举动 习惯或用字用语 都要仔细察觉 或许一时片刻 你还无法感觉这样做的成效 但是 这个举动已经启动了你内在转变的契机 只要努力不懈的进行 请求宇宙的能量帮助你达成任务 并让心灵成长 为了与这个世界分享你的光芒 你只需相信自己真诚的力量 这是今天的心灵练习分享 帮助打开你的内在力量 转化生命能量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你的生活充满奇迹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